老玩家的共同回憶精靈國度 當年讓許多玩家在線上一起玩得不亦樂乎 許多特別的經濟要素玩起來相當刺激 如今這款經典的電腦遊戲要重新改變推出 針對手機全新打造 讓我們再次重溫當初的感動 就讓電玩瘋來告訴大家 這款 IP 改變新作 MMORPG 精靈 M 無盡冒險 遊戲玩法 裝備系統攻略 該如何練 將會有更新的遊戲 角色才能快速變強 精靈 M 無盡冒險是一款 MMORPG 遊戲 有著超大的地圖 各式各樣的怪物 跟各種困難的地城 讓上萬名玩家能夠一起在這奇幻世界中一同遊玩 一開始我們要在兩個種族 摩利恩族和坦普斯族中選擇一個加入 並有四種職業可以選擇 像是摩利恩族有騎士、祭司、羽獵手跟魔法師 坦普斯族則是有長槍手、工程師、弓箭手和鬥士 每個職業擅長對付的怪物類型不大一樣 有的對機械、惡魔和突變種族會有特別高的攻擊力 擅長的攻擊距離、範圍和負面狀態也都不相同 職業都是綁定男女跟外觀 選擇自己喜歡的最重要 遊戲中有許多時裝可以改變角色的造型 讓我們打扮得美美的 裝扮出自己獨特的風格 進入這個世界後只要照著畫面右雙方的任務指示 將任務一個一個完成 就能逐漸了解遊戲的玩法 只要點擊敵人就會進入戰鬥 開始自動攻擊怪物 戰鬥時我們可以將學到的攻擊技能 放在下方的技能快捷鍵 戰鬥時隨時都能夠使用快捷鍵上的技能來攻擊怪物 還可以長按這些技能設定為自動施展 只要進入戰鬥就會自動使用技能攻擊 還會自動幫你保持持續型增益的BUFF狀態喔 而設定成自動施展的技能 邊框周圍還會神閃發光 如果覺得這個技能暫時用不到了 記得也要取消自動施展 以免壓縮到其他技能的使用速度 在精靈M 無精冒險中 只要我們持續鍛鍊 每次前進一步都能獲得相對硬的成長 永遠都會讓你有逐漸變強的感覺 遊戲準備了超級豐富的成長要素 像是我們打怪升級 就會獲得投資技能用的技能點數和屬性點數 技能點數有分為SP點數和EP點數 SP點數用來強化技能可以增加攻擊力 EP點數則是負責減少冷卻時間 消耗精力和增加範圍 對特定物種造成傷害等等 兩者缺一不可 屬性點數分為力量、敏捷、智力、智慧和體力這五種 通常我們都是主點自己職業的主要屬性 像是戰士就該點力量 弓箭手、獵手就點敏捷 法師就是智力 如果不知道該怎麼配比較好 遊戲也貼心的準備了自動配點功能 也不用怕萬一點錯了就要重新練一隻角色 我們隨時都可以使用重置卷軸重新配點 可以隨時換文法打出自己的流派 遊戲中還有多次轉職的系統 我們每20 等就能轉職一次 但必須要先完成轉職任務 任務要打的怪都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要先好好提升自己的戰鬥力 先來看看可以提升戰力的裝備 一開始我們的角色身上能穿13件裝備 這些裝備有分為C、B、A、S、SS跟SS 六個階級 階級越高提升的戰力就越多 我們還能夠衝裝來強化這些裝備等級 強化系統非常佛心 可以設定自動強化到指定的裝備等級 過程中就算衝裝失敗裝備也不會壞掉 只要有資源拼命的把裝備提升上去就對了 將來打到稀有度較高的裝備也不用重新強化 只要裝備上去 裝備等級就會繼承到新的裝備上 無損換裝 投入的資源都不會白白浪費掉喔 裝備的取得方式 只要打怪就會拿到裝備箱子 打開就有機會獲得各種稀有度的裝備 各種高級神裝都有可能入手 當我們戰力提升轉職成功後 可以使用的技能變得更多 能穿的裝備也會更加豐富 而本作的轉職系統相當特別 我們零轉、一轉、二轉身上穿的裝備都是獨立的 而且數值都會累積 也就是說一開始我們能穿13件裝備 一轉後就是26件裝備 二轉就是39件裝備 哇塞真的是越轉越強耶 不過要注意的是 不同直接的裝備都不能共用 每一件裝備左上角都有個小小的數字 代表這件裝備是給哪個轉職階段穿的 不同地區的怪物會掉落不同直接的裝備 所以就算我們等級高了 還是得要回到低等區 把低等裝備農好農滿 才能夠把戰力提升到極致 每一件裝備都會有1到3個裝備效果 例如增加暴擊率、力量或命中率 但裝備上的裝備效果未必是我們想要的 提升的數值也可能不是最大值 這時我們就可以透過冶煉功能 將這些裝備效果通通重刷 刷出我們心中想要的能力值 當刷出一個想要的效果時 我們也能夠將它鎖定 防止下次重刷被刷掉 每一件裝備都調整好後 我們的戰力也會更進一步大幅上漲 打到神裝後 細心保養這些裝備也是必須的喔 當裝備等級冶煉都搞定之後 我們還能在這些裝備上面鑲嵌一堆寶石 讓它Bling Bling 閃閃發光 各種裝備寶石都有著不錯的功能 像是紅寶石負責增加攻擊力 祖母率可以增加血量 每個部位的裝備能使用的寶石都不相同 可以大幅提升裝備的能力值 誰說鑲滿寶石的裝備只是好看無用的版式 在精靈M 無精冒險中 寶石越多的武器 裝備可是越強呢 怪物除了有機會掉落裝備 還會掉落怪物水晶 收集這些水晶就像是開啟怪物圖鑑一樣 我們能夠登陸它們 登陸不同的怪物就會有不同的能力值提升 同一隻怪物也能多次登陸 提升數次能力 所以農怪農得越多 就算沒有打到想要的裝備 我們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強 請努力把所有怪物超加滅族 將這些怪物圖鑑收集齊全 成為怪物大師吧 角色等級成長到一定程度 就能夠開啟符文系統 讓我們永久提升各種屬性 而要提升符文的符文結晶體 同樣也只要打怪就可以輕鬆獲得 符文系統的頁面共有五頁 只要把同一頁的所有符文都提升到五級 就能開啟下一頁繼續提升 雖然一次提升的能力不多 但累積起來也是相當可觀的 遊戲中的寵物不是拿來戰鬥用的 他們也是如同裝備一樣的存在 只要把他們帶在身上 就會提升我們的能力值 每個職業適合的寵物都不一樣 寵物主要分為三大類 有加強命中和傷害的攻擊型 增加防禦以及減少傷害的防禦型 跟提升經驗值和金幣掉落的支援型 透過轉蛋我們就可以取得各式各樣的寵物 而遊戲針對台灣版也推出了 台灣專屬的特別寵物 台灣藍雀 看看這SS級的秀度 鮮豔的藍色外觀 還能大幅提升金幣掉落 是不是很想入手呢 那就趕快事前約起來 只要約人數達兩百萬 所有玩家都可以獲得這支超美的台灣藍雀 遊戲針對盲目的現代人準備了許多自動系統 像是自動巡弱功能 讓我們可以瞬間移動到任務目標旁邊 還有許多玩家最需要的自動戰鬥 自動喝水等等功能 隨時隨地都可以掛網練功 感受戰力無時無刻都在成長的成就感 這些自動系統做得非常仔細 像是我們前面有提到的自動使用技能 還能夠設定自動攻擊目標 像是任務目標怪物、優秀怪物、首領怪物等等 也可以限制戰鬥範圍 不會一覺醒來自己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也不用怕掛網時會消耗大量的手機電量 遊戲準備了貼心的掛網功能 只要開啟 就會讓螢幕進入節省資源的掛網模式 如其來想掛多久就掛多久 一打開遊戲看到身上滿滿的裝備寶箱 簡直是太開心啦 當我們戰力提升覺得路邊的怪物都不是對手了 那麼就進入副本挑戰那些超強的怪物吧 遊戲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副本讓我們挑戰 怪物都比一般關卡強上好幾倍 在這裡有機會達到最稀有的裝備 想要高效率濃怪的話 那就找其隊友 一起進入副本大殺特殺 把所有的稀有怪物通通打倒 想要穩定掉落裝備跟寶物的話 那就來挑戰首領副本 在這個副本中我們要和首領單挑 再限制時間內打贏 這些首領個個都有超強的技能 而且體型巨大 在挑戰前請務必做好準備 打贏後就會交給我們遠征點書箱 可以去商店交換各種階級的裝備箱子 每天挑戰一下就可以穩定取得想要的裝備了 想要資源來強化裝備就要挑戰成長副本 這裡有金筆、金眼、裝備成長、寶石成長、符文成長和寵物成長等副本 可以全面提升你所有戰力 但每天都有次數限制 千萬不要浪費囉 當身上打了一堆神裝 自己穿不了 衣櫃快爆炸了該怎麼辦 不如帶著這些裝備去交易所大專一筆吧 遊戲中的裝備道具都可以在交易所販賣 如此一來就不用擔心身上的神裝佔位置 還能夠透過交易來的鑽石去買自己一直缺少的神裝 簡直就是超方便的系統呢 除了以上豐富的遊戲內容 《精靈M 無盡冒險》也將在近期的大型更新中 釋出獨特副本、貝拉特拉以及野外PVP 系統 玩家將能夠在指定區域內進行競爭與對抗 並爭奪稀有獎勵 以上就是電玩瘋介紹的 《精靈M 無盡冒險玩法全攻略》 有著還原原作的內容 自由調整技能強度與戰鬥配置 跟限定猛寵台灣爛雀一起成為絕世強者 現在遊戲已經推出 快來跟朋友攜手對抗 潛藏在精靈大陸中的黑暗勢力吧